待会儿 uncovered 观言 在我师父大婚之日前来 不知有何贵干呢 恭喜恭喜 听说你们神神堂 窝藏山贼 请问可有此事 怎么可能呢 今天是皇上赐婚哦 我们怎么可能在这里 窝藏贼寇呢 要不要进去喝两杯啊 不用了 我还有药室在身 不便久留 告辞 那不送啦 大人 你怎么走了 今天是皇上御赐的大婚 我们不便进去查看 只能去别处查看了 多谢梁公子 今后 如果你发现有什么情况 请务必向官府报告 好 一定 我们走 少爷 好像有山中的那帮贼寇 给我们定紧了 是 师父 这修书 打你八岁跟我进门 随我洗衣开始 我就经常感谢老天 就像赐给我个亲闺女一样 前些年 你母亲因为重病 你回去照顾 当时 为师还真有些舍不得呀 向林知道 师父对我好 这些年来 我也一直把神针堂 当成自己的家 你我名为师徒 却情同妇女 为师 岂能罔顾伦常 对你用非分之想吗 师父高风谅解 这点香灵最清楚 今次皇上赐婚 为师本大三直言婉拒 可无奈 我知道 师父一定有难言之处 为师是个明白人 你和静儿 青梅竹马 情投意合 为师哪能不清楚啊 可是 皇命难违啊 只好委屈你了 所以你我呢 就假扮一场夫妻 等完婚之后 给皇上赐婚有个交代 我立刻还你自由之身 参见司马大人 梁公子可有什么发现吗 我转了一圈 什么也没看见 不过我让家里的管家高升 在神针堂会儿盯着呢 梁老爷啊 今日是善真的大喜日子 你和他又是同门师兄弟 你应该背礼上门 表示祝贺 这是礼数 我的人很快就会到 恭喜师兄 贺喜师兄啊 多谢师弟 师兄垂暮之年 取得如花美眷 真是令人垂涎 还望明年此时 师兄能喜获铃儿 再请我喝杯满月酒 师弟真是见孝了 以我这身子骨生儿育女 只怕是力不从心啊 善真师父不用担心啊 我们草春堂到处都是奇珍妙药 改日我给你送了一些 保证你枯木逢春 精壮不浅当年啊 那就要多谢二位了 里边请 来 进 进 好 好 好 师父 这哪里是来贺喜的呀 分明是来笑话师父的 好 由他去吧 师兄 二位 二位师弟啊 你们两个呢 帮我出去外面看着点 别让外人进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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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围围围围围在干吗呢 等一下就知道了 出来吧 怎么是个姑娘啊 是啊 人家很可怜的 没爹没娘 无家可归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官兵 你得帮忙帮我把他带走 躲官兵 你是做什么坏事了吗 你就别问了 人家不愿意说 肯定是有苦衷的嘛 只要是我兄弟 叫我做的事情 那我就什么也不问了 好 对了 你准备怎么走 才能够躲过官兵啊 怎么走 大摇大摆地往前走了 这当然不行了 你还带着这位姑娘呢 我答应过他 要保护他的安全 不会让他被官兵抓走的 那是当然了 只要是兄弟 你交给我的女人 就两个字 放心 我现在放心了 姑娘 这位大哥待会儿 会带你出去 你跟他走 他会保护你了吗 姑娘 我跟亲儿 是从小一起玩大的 是两类插刀的好兄弟 你就放心吧 多谢大哥 好 元亨 二师弟 恭喜师父 新婚燕儿 你不是被师父 赶出世门了吗 怎么还敢来这里 先为师父大喜 灭途元亨 特来讨杯喜酒 元亨 快快请起 你我师徒缘分已尽 你这份礼 老夫怕是担待不起啊 不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您受得起 今日孽徒 特来道喜 无奈囊中羞涩 只好做了 师父爱吃的淮山枣泥糕 充当礼金 还望师父海涵 你又如此心意 老夫心灵了 杨恒 快快请起 请 好 来 来 包围神针堂 如若看到龙虎山的贼寇 隔杀无论 如果找到宫女英慧 就带到我府上 不要亲自审问 遵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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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出来吧 喂 那边人多 你们两个从这边走吧 好 走 快走吧 来 少爷 不好了 官兵已经把这里包围了 赶快让我爹离开 然后你去正堂 是 老爷 这儿已经不安全了 赶快随我来吧 龙虎山的山贼就在神针堂 给我搜 且慢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你们闹这么大动静 不怕吓跑了我请来的宾客吗 山珍师傅 我们收到消息 说是龙虎山的山贼混进了神针堂 还望山珍师傅行个方便 让我们进去 将这帮山贼击补归案吧 我也请官爷行个方便 有什么事 等大家伙把酒喝完了再说 山珍师傅 这可是奉了司马大人的命令 你要是再责乱的话 司马大人怪罪下来 怕是你神针堂担待不起吗 官爷 你要是这么带人进入我神针堂 瞎跑了来喝酒的宾客 这皇上要是怪罪下来 恐怕对你大大不利吧 山珍 你 你该不会不知道 这桩亲事 可是当今皇上遇刺的 这喜酒宴 要是被你和你的手下 搞得不欢而散的话 这岂不是不给皇上面子 要是皇上怪罪下来 别说你了 只怕连司马葵都担待不起 你们把我们神针堂 围得水泄不通 就算真的有贼寇 你们若是没抓住 那岂不显得你们不能 官爷 要不要进去喝两杯 不用了 我就带人守在这儿 没什么事 老夫就先进去招呼客人了 你们都在这儿给我守好了 不许任何人 踏出神针堂半步 怎么会有这么多段官兵 我怎么会知道啊 我来掩护 你们先走 那你怎么办 走啊 小心 小心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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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救我 救我 救命啊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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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再也不住手 上去 诸位 今天本来是我善贞大喜的日子 可不成想出了点意外 不过请大家放心 凡是我神贞堂请来的客人 我善贞豁出命也要保护 我善贞豁出命 将军 我的客人和沈真堂所有的弟子 都在院子里和大庭当中 你可以盘问了 如果你以为皇上赐婚于你 就可以窝藏朝廷要犯 你可就犯了大错了 你可就犯了大错了 我善贞和沈真堂弟子 素以玄乎济世 就苍生于苦难没本 凡来我处寻医问诊 我必当以礼相待 温厚其心 这是一家之叙 何来窝藏之说呀 将军 皇府密他们放走了贼寇 还有朝天的通缉犯 两大公子说话一向轻条 胡言乱语 不足一心 皇府密今天一早 在院中迎来送王 不曾出过门 你这老头子 你的徒弟跟你的新娘子 都搞在一起了 怎么还在这儿 给他打马虎眼啊 你到底是要当王吧 还是要当兽星啊 零流 你问什么呢你 怎么说呢 你缺了八倍的头了 竟敢对我师父如此无礼 山珍师父 不如 你把新娘叫出来 也好证明他所言不识啊 放开我 放开我 将军 就是他们协助贼寇逃跑 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没有啊 你们搞错了 我还真是弄错了 他们就是去私奔的 看来捉奸得捉双啊 你乱说什么 你乱说什么 我哪有私奔啊 你个神经病 你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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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师父 糟了 师父好像没卖了 什么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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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师父 师父 师父 她是在演戏 师父 你醒醒 你醒醒啊师父 那好 我们就看她把戏演完 师父 演完了我再把人抓走 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这没你什么事了 师父 走吧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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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师父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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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师兄 快 师弟 你快看看 师弟 你虽然离开了神针塔 但它还是你师父 你赶紧亮出绝魂啊师弟 针 快拿针 有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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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下针啊 你怎么不扎啊 致阳穴是人体药穴 弄不好 会害死师父的 我下不去手 来 针给我 管不了那么多了 师父 乙丰 好 这 都在非常好 乙丰 你这 快来 乙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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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没卖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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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应 报应 老天爷终于又帮了我们一把 何时值得如此高兴啊 爹 这事你要知道了 没准这胸口病就不疼了 善真死了 神真汤完了 果真如此 神真汤从喜汤变成灵汤 不信明日你自己去看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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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灵姐 师父是不是我害死的 那一阵 我是不是找错了 京儿 不是你的错 师父本来身体就不好 昨日发生那么多事 但是师父难堪重负 谁也没办法 这不怪你 你已经尽力了 不 这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以前不那么探望 多用点心 背诵学为图的话 也许师父就不会死 他明明说过 智阳学的真词法 报复命 出来 皇甫命 叫上你师娘 跟我们走一趟 统领大人 我可以跟你走 可师娘万万不可 我师父远近闻名 就连皇上也对他赞许有加 在没有弄清楚事情真相的时候 就往往师父身上泼脏水 恐怕不妥吧 哪儿那么多废话 跟我走 李公公到 李公公 参见李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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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子危在旦夕 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 只有善真师父能拯救皇子 如今善真师父以撒手而去 我如何向皇上交代呀 你们神真堂 就没有人了吧 头领大人 我们神真堂人才济济 为什么你就视而不见呢 可神真堂 只有一个善真师父 天下也只有一个善真师父 可神真堂也只有一个善真师父 可神真堂也只有一个善真师父 但是他也没有觉得 可神皆不合我 也有有名交代 有什么善真师父 不 생각不敢他 不然三央 在这边 人家会发生了 人家人 看这边 空过去 是 我 是 闻 你们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有灵性的 到时候你把他往外面一摆 他就乖乖地往学位移去了 真的 听皇上恕罪 奴才无能 战朕呢 奴才恳请皇上 无论如何要放宽了心 善贞师父的 他死了 死了 因为皇子情况危急 奴才自作主张 带了善贞的传人来救急 叫他进来吧 孙侄 姐姐别伤心 善贞既然有徒弟 想必也有些能耐 也许能帮得上忙呢 还是让他试试再说吧 皇上 皇子必有神仙庇护 请皇上娘娘放宽心 草民拜见皇上娘娘 起来吧 谢皇上 请问娘娘 皇子病发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态 皇上午睡醒来过后 还好好的 结果就去了花园玩耍 突然尖叫一声 就倒在地上 抽搐不止 我就按照善贞师傅说的 急救方式 给他按压人中 虽然缓过气来 不过 现在就已经成了这个样子 你赶紧给他看看吧 遵旨 遭了 糟了 怎么了 我带的针酒包不见了 不是在怀里揣着呢吗 谢谢 我记得师傅好像说过 河谷学可致纯吻不收 神门学除薰中玉节之气 鱼记学可泄肺热 驱邪扶正 与阳溪学相配合 可解除身热精卵 足三里可见脾异胃 已故后天之根本 这小子行不行啊 神神叨叨的 在练些什么 别是个草包大夫吧 叫你来是看病的 喂 别学些江湖道士念咒画符 皇子尊贵 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 皇上 我们还是换个御医吧 我看他 御医 今日当值的御医 就是个草包 朕已经命人把他砍了 若是能指望他们 朕又何必劳势动众 请善贞哪 我当初善贞统领他们御医馆 教他们一招办事的 也不会弄到今天 这么手慌脚乱的 你 在 皇上 朕给你一炷香时间 让朕看看你的本领 遵旨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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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你看看这姑娘 这个姑娘受伤了 流了好多血 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儿也没办法呀 你赶紧看看 是啊 二嫂 你们几个转过去 转过去 转过去 转过去啊 转过去啊 哦 大虎 你别看 好了 没什么大事儿 就是有些感染 湿了些血 休养几天就好了 媳妇 厉害厉害 阿虎 你看看你媳妇 有没有另外的衣服 给她换一套吧 媳妇 你前两天下山 不是才做了套新衣裳吗 你快拿来 给这位姑娘换上吧 我才做的衣服 来 来 你快拿来 给这位姑娘换上吧 我 媳妇 给我点面子 过两天我再给你 买一件新的 你先给她换上 你说的 我说的 好媳妇 好媳妇 好好好 赶紧去吧 大哥 你别说 这姑娘长得还真挺漂亮的 大哥 这姑娘长得还真漂亮啊 喂喂 你们别胡诉乱想啊 咱们走吧 别打扰她休息 走 你推我干吗呀 走啊 新禀皇上 草民有办法了 那还不赶紧一致 遵旨 是 这场面弄得挺大呀 整个院子都铺满了 你说 善真这老爷子死了就死了呗 铺这么大场面 又劳民又伤财的 不知道的人啊 还以为办喜事呢 来 看看 这小条编得挺精致啊 又是黑又是白的 真是黑白分明啊 既然来了 进去拜拜吧 流流 站住 站住 草春堂的人不准进入 回去 你这个死胖子 没看见我过来是祭拜的吗 给我让开 祭拜 你缺不缺德 你们个个嬉皮笑脸 就跟过节一样 敢说自己来祭拜 就算你们幸灾乐祸 也得掩人耳目一点吧 如此张扬 实处可耻之极 倘若哪天 你们草春堂也办丧事 我们神真堂 也像你们这般德行 你会怎么想 再这么多废话 小心我跟你不客气 来啊 住手 柳儿 赶快回去 我是来祭拜善真师父的 死者为大 你竟然对善真师父的亡灵 如此不敬 快回去吧 爹 他们这么不友好 我爸他们对你不利 我留下来陪你 回去 子聪啊 犬子无礼 多有冒犯 还望见谅 念及老夫与山珍 多年的师兄情义 请让我进去 你到底会不会针灸啊 好不容易治好了抽搐 这皇子 怎么还昏迷不醒了呢 父皇 母后 父皇 儿子已经好了 不疼了 皇儿 真是心地善良 将来一定是个好皇帝 不疼了 皇父密 赶紧谢皇上开恩哪 谢皇上 皇子开恩 查到那个宫女的下落了吗 暂时没有宫女的下落 王大人到 好 微臣参见皇上 快说吧 皇上 臣让亲卫队四处搜寻 目前还没有什么线索 回皇上 臣也是如此 全力搜查却没有什么头绪 不过那宫女身体虚弱 必定走不远的 继续查 是 朕问你 什么时候才能治好皇子的病呢 草民目前呢 只能尽力缓解皇子发病的痛苦 并没有治愈之法 你可是善真的得意弟子 难道他没有教你 皇上开恩 师父曾经说过 如果能够找回华托祖师的青囊经 那皇子的病就有救了 朕问你 你施针一次 可以让皇子多久不发病 两个月 半个月 半个月 半个月都不行 你既然治不好皇子的病 朕留你何用 来人 皇上 三日 三日 可保三日 行吧 朕就命你三日之后进宫 给皇子复诊 草民遵旨 朕没想到说变天就变天了 来 先喝点酒暖暖身子 来 好冷啊 哎 哎 经过今天之后 我才知道师父套了人家 每次进宫 原来是这么辛苦啊 难怪他说 只做神医 不挡羽衣 他就不挡羽衣 你不挡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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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皇复密之前进宫 为皇子治病去了 是啊 为了皇子 听说 几个御医都被砍了 皇复密 若不能治愈皇子 那皇上还不得砍了他 砍什么砍 人家都回神针堂了 这小子造火了 算他走运 我们曹春堂 也该实时好把守了 此番 皇复密进宫为皇子治病 能够全身而退 这小子 厉害呀 改天我就一把祸 把那身针堂给烧了 混账 司马大人是怎么说的 你都忘了 司马大人不就是说 找的那宫女得到青囊经吗 若是青囊经被神针堂得到了 大人就会迁怒于我们 那我们曹春堂就真的没了 如果我们能为司马大人 得到青囊经 也就等于我们曹春堂 得到了青囊经啊 好啊 爹 躺下吧啊 孩儿明白 明白了 皇府师兄 你走以后大家都很担心 后来梁柳 就带着他们梁氏草春堂的伙计们来 他们幸灾乐祸 羞辱我们神针堂 那个该死的梁柳 善真师父都是被他害死的 那个梁柳对我们神针堂充满敌意 由来已久 自从草春堂膳台药价以次充好 坑害百姓的事情不断发生后 我神针堂开出的药方 从来就不建议在他们草春堂取药 看来梁柳是要开始报复我们 大家要提防一点 梁柳拜见司马大人 拜见夫人 梁公子今天来有何事啊 家父时常惦记大人 让我特地带来一些西域的红花 给大人养养身子 梁公子 请坐 谢夫人 令尊 身体可好啊 家父自从去了神针堂祭拜之后 胸口一直疼 你们梁家有的是好药 难道也不能治愈吗 有些病光靠药是不可以的 那还要看患者本身自我恢复的功能如何 梁公子也算是行家离手了 关于青囊经你是怎么看的 晚辈倒曾听家父提起过青囊经 但是谁也没见过此书 这本书无非就是先辈华佗的一些治疗记载 具体它有多神奇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无论哪个医者得到此书 都将成为天下第一家 天下是皇上的 谁敢枉成天下第一 对对对 御医馆才是天下第一嘛 晚辈一直在打定 在回华县所有的郎中医馆 都没有发现青囊经的线索 估计现在那个宫女 还没有将此书转交给其他人 真要是交给谁 你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大人 家父应该给你介绍过青囊经 我们草春堂掌握着青囊经的药点 如果单得到青囊经而没有药点 恐怕也难成气候 毕竟医疗和医药是相得益彰 不可剥离呀 你这么说 是说到点子上啊 晚辈愿听大人教诲 祥林姐 我有话要和师父说 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但无论如何 你都要听我把它说完 不要打断我 行吗 师父早就希望 徒儿能扛起神真堂的担子 只是因为徒儿学艺还不够精 处事还不够圆滑 师父原本以为 有时间让徒儿很快地成长 可是上天没有理解师父的苦心 师父过早地升天 意味着神真堂失去了一切 师父放心 神真堂不会解散 善真的徒弟还在 徒儿知道师父最担心的是师娘 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师娘 可师父也不希望师娘 因为你的过失 这辈子孤老终生 这对师娘是非常不公平的 徒儿恳求师父同意 允许我娶师娘为妻 好让神真堂传承下去 你和静儿 你和静儿 轻眉竹马 你和静儿 轻眉竹马 情投意合 为师哪能不清楚啊 可是黄命难为啊 只好委屈你了 所以你我呢 就假扮一场夫妻 等完婚之后 给皇上赐婚有个交代 我立刻还你自由之身 我希望你辩认ая 好可爱 书都打不清楚了 你不准备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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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伴不准备不清楚了 有秘密 无数个辛苦和伤痛 人世间恩恨远远 许多悲何苦 让所有的错过随风飘走 从今在一瞬间 从今拥着我的肩 一世都爱无悔无怨 花开的那一刻 回忆如叶落飘飘温暖落 为你守候到永远 一生的情 需要多少承诺 一个传奇的故事 看见梦一念之间 花泪为花碎 远来远去 花却随风飞去 天地间 刹那间 雪花飘过我的爱 情不情 愿落花碎流水 花开的那一刻 回忆如叶落飘飘 温暖我 为你守候到永远 旧梦在 为情埋 花开 花落 花无悔 温暖我 只为一生的承诺 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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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مكن 花开送